那么这个话题我觉得有点沉重 我最近看到好几篇文章 关于撤侨的文章 那么我们首先是看到 中国的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 那一次在央视和央视记者 莫斯科中资企业代表留学生 一起连线时候的那个讲话 那个讲话之后 让大家很多人含心 那么我们记得最深的是 就是说这个大使呢 说那个从俄罗斯回到中国的那些华人 是吃着中俄合作的饭 砸了中俄关系的锅 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那么为什么呢 这些人来批呢 是因为这些人在中国这个封关之前 他们回到了中国 这就成了这个大使 抨击这些人没有道德底线的事实的一个依据 那么呢 这个大使后面还说啊 在这个事情结束前 中国之间的陆路口岸的旅客检查功能 绝不会再开启 等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呢 才能开启 因此呢 滞留远东的中国公民 你们就在当地接受隔离 同时安排自己的生活 准备到这个事情的结束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们这帮人啊 你甭想撤了 你撤也撤不了 伟大的祖国 暂时现在有难 你们不能回来 基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信息 那么这个消息呢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那么我同时呢 在这个另外一篇文章看呢 有一个就是海外华人写的一篇文章 就讲这个 以毕罗啊 这个国家 世界各国在那撤侨的情况呢 作为一个一个对比啊 那么他比较了以色列 英国 爱尔兰 澳大利亚 香港 中国 美国 德国 一系列的国家 这个撤侨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他说这个撤的最好的 这个印象最深的是以色列 一天内四个航班 撤了一千多 一千一百多个人 那是在 比如这个国家呢 宣布封关以前的两天 那么以色列撤了一千一百多个人 后来还剩一点人 以色列说我们不会落下一个人 在撤 那么美国呢 在毕罗这个使馆呢 做得极其老道 三天两头发布文件 告诉大家撤离的最终消息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也知道 美国的 驻北京大使馆发出的信息是 美国在 一百多个国家 帮助六万多名美国人 回到了家 那么这篇文章还说呢 这个德国的表现 有大国风放 这个德国啊 有大国的风放 那么他最后讲到中国的时候呢 中国的方针 基本是请大家自力更生 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那么他怎么说 毕罗这个大使馆这边的情况呢 除了啊 两三天来一个摸底电话 驻秘鲁使馆 基本七字如今啊 无微而至的向寺外桃源 偶尔回个邮件 也是含乎其词 毫无实质信息 学校里的外国人 基本都已经撤离了 每天面对必有人民 关签的目光 声势尴尬 要怎样才能 迷自信地自愿去说 祖国是我们的坚强厚动呢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我们值得来点一点 我想请问 陈国祥先生 你对这个中国在这次 世界上的撤侨的行动 您怎么看 这个撤侨是一个国家 他对于他的这个人民的 关爱的程度 那么越是真正 以民为本的国家 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发生这个重大灾难 而他的国民 希望能够回到国内 去躲避灾难 那么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 一个负责任政府 应该是完完全全的 这个满足 他的海外公民的一个 撤回国内的一个需求 那么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说 这个西方的欧美国家 他们在这个撤侨的作为上面 是有值得撑到的地方 当然我们看到像美国撤侨 他被撤的人都要付 各种机票钱 这个所以他的政府是提供的服务 而不是免费的服务 所以他们这个撤侨呢 是做的是非常的 这个实实在在 能够满足大家需求 但是他的成本 要大家来支付 那么在这一次的疫情爆发以后 那么第一个从武汉撤侨了 就是美国政府 那么美国政府 为什么那么样的快速 就要从那边撤侨呢 当然是两种可能 一种是我刚刚讲的 移民为本 非常关爱在海外的 美国公民的安全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这种原因就是说 他跟中国正在做这个 对抗交恶当中 所以中国发生这个事 他马上就要 这个 对他加诸于中国不利 就是说我撤侨了 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这个地方是乱邦 是围邦 那么是当然是 一个不友善的举动 但我想 站在中国立场来看 他可能是 有那个 打击中国的意图 但站在美国的立场 他长期以来 就是这么办的 他是对于在国外遭受紧急危难的公民 他都尽量的协助他们返回国内 所以可受这个指责之处应该不多 那么像欧洲的一些国家 他们因为非常重视人权 所以他们这个 对于国民在国外 有那个撤回的需求 他都尽量满足 那么这支中国大陆 对于海外的这个侨民 是否有这个周密的 这个撤侨的这个安排 我想应该来讲 他们当时是忙得同婚 暮眩 并没有太多的余力 去安排撤侨的事情 同时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中国已经是 病毒啊 到处窜的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很多国外的人 要撤回国内 是否会加重 这个病毒的 所谓的 从外国输入 国外输入 境外输入 他们确实有疑虑 因为当时中国大陆在处置 这个 疫情扩散的初期 他们最重要就标示 两点 第一点 就对内防止扩散 对外呢 就避免输入 这个境外呢 就不让境外的输入 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政策之下 他可能因此对于 世界各地要撤回中国 的一个公民 他并没有很积极的 有组织的去这个安排 那么这个当然是 主持人刚刚举的例子 俄罗斯 这确实这个 我们要看待这个事 要有多方面角度 确实当时的俄罗斯呢 初期来讲 他疫情不是很严重 但是后来 他变得严重 是有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个 中国大陆 多数的机场都封闭了 很多从世界各地 要回中国的人 都是先到俄罗斯 再转机回中国大陆 那么这个就造成 这个所谓境外输入 而这些人呢 可能也是加重了 俄罗斯的 新冠病毒的蔓延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转机的问题之外 俄罗斯呢 跟中国的边境 非常非常的长 那么俄罗斯这个 俄罗斯的中国人 回到中国 他们这个门路很多 是不是每个地方 都有很好的 这个检疫啊 的一个措施 或者隔离措施 这是大有疑问的 现在 就这两天 哈尔滨 是一个爆发 非常严重的 一个疫情失控的状况 那么原因呢 也就是来自于俄罗斯嘛 俄罗斯的华人 甚至外国人 从进入这个黑龙江 到哈尔滨的非常多嘛 那你这个黑龙江 哈尔滨的一个 在海关的检疫的措施 和隔离的设备 是不是足够 这大有问题 所以这个 现在这个 哈尔滨被称为是 这个第二个武汉 这个问题确实是 很存在 所以特强问题 是非常极硕的问题 我们这个可以赞美 一些国家做得很好 但是也不必去苛责 哪些国家 做得不够好 谢谢 陈国祥先生 对这个事情 非常的宽容 不必太苛责 这个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呢 被很多人表扬 说中国做得不错 那么中国的不错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说 在西方很多国家 不允许做的这些行为 中国政府是可以做的 那么美国现在你看 正在 很多人就在争取 这个自由 说我们不能被权在家里 甚至提出来 我宁愿愿意要自由 我宁愿死掉 我也愿意要自由 我们可以看西方的这样 因此呢 这个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有些东西 他是不能做的 这个政府的行为 是要有底线的 那么这个 我想问中国 这个吴强博士 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 是不是 你政府的行为的一个底线 是你不能够拒绝 自己的公民回家 因为祖国嘛 是你的这个家嘛 他要回来 你都不让回来 那你这个政府 是不是没有底线 这个批评对政府 是不是失大 当然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时候 很多人觉得中国 自己都这么严重了 我怎么不能分呢 对中国政府也有理解 但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对 您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就是底线 底线这个字 我们知道中国 共产党过去几个月 底线思维 这个四个字 是说的是最多的 最新的一些文件 讲话 就是都在反复强调底线思维 但是持底线 非比底线 这个我相信 中共过去一个月 所谈的底线思维 跟 陈小平博士 你刚才所谈的 要国民回家 或者其他的这种底线 完全 不是一回事 就是持底线 非比底线 那么中国官方的底线 是什么呢 是政权稳定 六个稳定 政权稳定 这是他们的底线 那么 如果说 输入 回来的中国人会 输入瘟疫 会造成某种爆发 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那么 我相信在中国看起来 中国政府看起来 就是敌对势力 等于敌对势力 那么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看出 民族主义穿帮了 民族主义的原则 很不可靠 在中国政治里头 不是一个底线 它属于派生性 的东西 那这个派生性的东西 属于一个 某对象讲 它是一个机会主义的 民族主义 所以 现在我们看 民族主义穿帮了 一开始 我们看到 一月份 二月份的时候 中国当时 很有意思 中国当时的表现 比如说 把巴黎岛的 把其他地方的 中国旅游者 用包机 接回来 接回来意思是什么 当时 你还记得 我们还讨论过 要把在国外的武汉人 接回来 避免他们到处乱跑 造成全球的 这个 瘟疫的蔓延 同时呢 中国努力的阻止 世卫组织宣布 中国 是一个进入 公共卫生级的状态 中国一直在 谴责 国际社会 为什么把 跟中国的航班 给停掉了 关掉了 一直在谴责这一点 中国努力的 实际上最后 剩下国航 在保持着 中国和国际 之间的 航空上的 这个交往 那么他不愿意 自己 不愿意 社会组织 也不愿意 自己单方面的宣布 我们现在进入 公共卫生 紧急事件 然后我们断航 我们把这个 lockdown 从武汉 扩展到全国 扩展到所有的 口岸边界 并不是 他想 外面 他想内井外松 对外还表现出 一切正常 一切是可控 可防 可控 这其实 跟他的治理 自己的治理的方式 就是相悖的 这才是瘟疫 全球大爆发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们刚才讨论半天 美国来甩锅 这就是有 他的合理性在里头 然后到了第二阶段 我们看 中国对外部输入 这种倒回来 回流性的这种瘟疫 它是多么的恐慌 在这种恐慌情况下 他可以抛弃 民族主义的 表面上的 一些基本的原则 就是国民 任何时候 都有履行的自由 有返回国家的自由 这是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 基本的权利 中国现在 基本上已经 在不在乎 联合国宪章 对于一个国家 所应该承担的 基本义务 这一条款 不在乎这条 这条是 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那还谈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刚才讨论半天 世卫组织 世贸组织 等等等等 我们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 都是说 在联合国框架内 现在我们看到 拒绝国民回国 实际上是 违反联合国宪章 那这个东西 并不是在中国 当做底线来看待的 并不是当做底线的 当做一个政治伦理 基本原则来看待的 这才是 在我看起来 这是底线 遵守联合国宪章 这才是底线 但现在并不遵守 所以看到是 此底线和 比底线的一个竞争 谁是底线 什么是底线 我们就看得出来 并不是以联合国宪章 作为人权 作为一个国家的 基本义务 作为底线 然后我们回到历史上看 我们知道 中国在49年之后 它虽然是一个 以一个反殖民主义的 一个民族国家的姿态上升 但它不仅不很严格 它是在一个 国际共产主义的 大阵营里头 一个成员 这样一种 准民族国家 这样一种姿态上来 我们知道 国民党在台湾 它还保留着 民族主义的 很强烈的民族主义 这是一个对比 在这种对比之下 我们看中国输出革命 到印尼 我们上一周节目 还谈到这个问题 林彪1965年 当时在8月份的 抗战胜利20周年的 讲话当中 还在强调输出革命 农村包围城市 等等等等 但是930 印尼的930事变发生之后 我们知道 有将近30万的华人 印尼共的成员被屠杀 这种情况下 中国尚且还派出了两条船 接回了两万多的侨民 接回两万多侨民 我的中学音乐老师 就是1965年 从印尼策回来的 当时华侨农场 最早的华侨农场 也是为了接待 安置印尼的侨民 而不是1975年之后 南越的侨民 一开始是安置印尼的侨民 我的中学音乐老师就是这样 至少当时 我们知道 中国还表现出一些民族主义 表现出对输出革命失败 承担责任的一些 起码的一些东西 虽然他对30万的屠杀 要负责任 他只接回了两万多 还有更多的人想回来 没有回来 两万多人回来 代价也是相当的大 但是现在我们看起来 中国实际上是 完全是出于一个 机会主义的情况下 拒绝 潜在的 拒绝任何 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 拒绝中国 拿中国护照的国民 返回中国 在我看起来 这才是底线 已经跟60年代 输出革命的 那个时候 做出的挽救 在我看前 也是相去甚远 在这意义上讲 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虚伪性 和机会主义 彻底的充分的表现 这是第一轮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那么我在这个节目开场的时候 我提到就是说 中国的驻俄罗斯的大使 谴责那些从国国回到中国的人 没有道德底线 破坏了中国关系 那么宁愿牺牲这个中国人 他也愿意说 拿着这个中国关系去做文章 批评这些人没有道德底线 而且这些人回国是在中国 事实上闭关之前的行为 都受到了这样一种批评 但是呢 这个有一篇文章 这个标题叫做 祖国真的是你的后盾吗 大家有兴趣 可以查他这篇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呢 我刚才提到 是以秘鲁作为一个 中国撤侨的一个例子 同时呢 他有一个比较的一个研究 比较的一个数据 他这里面呢 你看他提到了 以色列 英国 爱南 德国 美国 澳大利亚 中国和香港 那么做了一些比较 然后呢 前面我们谈的 中国禁止回国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谈 中国容许回国 那是一种 什么样的一个经济代价 这也是我们很想 在这里面讨论的问题 那么在里面列的什么呢 以色列 这是国家另外一个航行公里 最后是美金多少钱 我把这个数字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以色列 全程航行 13,339公里 那么他对他的国民 实行免费撤侨 那么就是没有钱了 那么英国呢 实际上是 10,172公里的 英国人花多少钱呢 花313美金 爱尔兰 然后我不说了 然后在德国 11,299公里 花美金870块钱 一任机票 那么美国呢 4,220公里 花的钱是 1,260美金 因此呢 在西方国家呢 美国算比较贵的 那么澳大利亚 是13,377公里 花掉1,623美金 那么香港 19,790公里 花掉 3,870美金 回去 那么中国是多少 大家注意这个数字 1万7,150公里 花掉多少钱呢 1万4,150美金 所以说 在这个中国 撤回来的这些人里头 中国的要的钱 是所有这个国家里头 他列的这个表里头 是最多的 言之也就是说 中国不仅 就一部分是 不许你回来 另外一部分呢 狠狠地给你来一刀 这个他收人民币 收10万块钱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也要请两位嘉宾 再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个国家 这个对老百姓的 这个收费 是不是该 如此地收 那么陈国祥先生 这个撤侨不是观光吗 要撤回 国家的人 他本身是 非常无可奈何 而且很多人 未必经济实力 非常好 所以不能够把所有的成本 要这个被撤侨者来摊平 他应该是支付一部分的款项 其他应该是由国家来承担 所以这个每个国家计算的方式不一样 但理想上面 当然最理想是完全由政府来负担 但是使用者付费 这个被撤者 这个分摊 部分的费用是合理的 那么如果要全部 要这个被撤者来承担 那就是 这个国家呢 没有善尽 照顾国民的责任 那么特别是 在这个危难当中 那么大家 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要回到国内 那么应该来讲 应该来讲 政府应该承担 一大部分的费用 而让被撤者 他能够 不必承受太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 所以主持人刚刚列举了一些国家 那么一个人出个几百美金 这个算合理的 如果出到人民币十万 我想那是 是不是完全 让这个撤调成本 由这个被撤者来承担 那就不是很合理了 吴强博士 这个你怎么看这个时候 中国的这个 从秘鲁撤回一个要十万块钱 在所有的 他列的这个 这个国家之中 地区之中 它是最高的 对我刚才批评 中国政府这个底线 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还是要 公道的讲两句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上 来公道的讲两句 中国至少在目前 是不讲撤侨这个制 它不是以政治性的撤侨 以这个体现 联合国宪章的贯彻 他已经违背 联合国宪章 基本上不尊重 联合国宪章 那么他也不是 以撤侨的名义 在安排 境外的中国人返回 而且他从来没有说 关闭中国 至少在这一次 关闭东北的 中俄边境口岸之前 一直是努力地保持 中国口岸 跟国际的畅通 那在这一上讲 我们刚才所谈的价格 实际上是 国有的航空公司的商业行为 他不是以撤侨的名义 而是以商用 国有航空公司的 商用的包机 或者是 不是包机的 正常的航班 按照航空公司自己的意愿 来定的价格 那么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中国的这些 国有航空公司 在趁机赚取 不亦之财 我可以某种意义上讲 我可以为中国政府 稍微摆脱一点责任 某种意义上讲 确实是这样 并不是说 这个有正式的 有哪怕是道义上的 这种撤侨的宣誓 没有 基本上是航空公司自行 在安排 在做的商业行为 那么 那么 那么这是 实际上是中国资本主义 伦理的一个体现 就是趁火打劫 那这种趁火打劫 是 我相信是华人资本主义 一项在做的 就好像比如说 在过去几个月 中国出口了很多 质量低劣的口罩 防护服 出口了很多 质量低劣的检测盒 一样 都是一种趁火打劫的行为 那么 他在国民 利用国民 急于返回国内的心理 狠狠赚一笔 这都是华人资本主义的 一个体现 一个大暴露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看 还是民族主义的系维 我们回到这个刚才的 最基本问题 中国政府在国内 他进行价格管制 但是似乎他对 这些航空公司 这种高价的 这种行为 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这个才是他的责任所在 他为什么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似乎是想以这种高价 这种高价是受到 政府默许的 以此来建立一个高门槛 似乎是以此来建立一个高门槛 一方面他不想 把所有的航班都停下来 后来他逐渐减少航班之后 他把这价 机票价格定得很高 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高门槛 那是高门槛 当然除了要窄一笔 来弥补航空公司 自己的亏损之外 其实我相信 也在表明 这个表明他一个很 很很 搬不上台面的一个 一个态度 就资产阶级 有钱人你才回来 没钱人你就待在外面 自身自灭好了 默许义上讲 当这种自身自灭到了一定程度 哪怕你再有钱 比如说俄罗斯境内的 有钱的商人 我们现在看到在印尼 在巴厘岛的有钱商人 或者说在泰国的 什么地方 杜甲地的有钱商人 现在也在抱怨 现在花多少钱都 无法回到中国 那么这个时候 政治 政治任务 讲政治 又超过了这种资本的利益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中国的底线思维 在它中国的这种价值观里面 它是有一些续位的 有些续裂的 首先是 穷 首先是财富的多寡 来决定你的机会 然后当财富多寡决定之后 财富和政治和权利 来决定你的机会 这是中国的 内部社会真实的价值观的体现 好 好 这个话题我们谈了两个 一个是不是让回 另外一个 回国的经济代价 来看撤桥问题 这是我们第一次讨论 这样一个话题 有点沉重 但是观点 大家也有点分歧 在是不是让回国的问题上 问题分歧不是太大 但是在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的方面 有点分歧 那么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应该让回国的人 承担如此重的经济代价 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 分歧不是很大 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 进入最后一个讨论 最后一个讨论 跟美国的移民的政策有关系 那就是美国 美国总统川普先生 他在推特上 他宣布呢